去年10月在哈德逊研究所的那个演讲呢 有的评论家说那个演讲把中共瞎坏了 对 为什么是瞎坏了呢,就是通过这一场演讲 磐斯被定位为鹰派 而且是鹰派之首 那么这一次演讲呢,是磐斯关于对华政策的第2次演讲 那么原来计划的时间是六四 后来又推到了 这个24号,再推到G20会以后 再推到 现在 10月24号 那么 考虑到他三次推迟的这个背景 那么显然就是说,彭斯的这个演讲啊,一定要挑一个最佳的时候 那么现在 美国的政治家们终于挑到了一个最好的时刻 什么时刻呢 第1 中美要在自立签订一份协议啊,是第1阶段这个贸易协议 这个时刻 那么第2呢 川普 这个再选的这个战争啊 已经进入了这个硝烟弥漫的这个 时期 这两个背景 再加上三次推迟 从这两个这些东西来看呢,这次评价彭斯的这个演讲呢 那就是 连 哈德逊演讲的2.0版都算不上 真的算不上 有点虎头蛇尾啊 他本来的期待 因为人们原来是按照鹰派的思路来 思考他的这个第2次演讲,预计他的一次演讲 甚至有些人 指望他这次演讲发出更加强硬的一个信号 所以说 期待他的很多 真的也搞得北京啊,惊艳难眠 确确实是 但是 等这些人听完盘司的演讲之后 我觉得他们可以 这个打着憨声入睡了 肯定是这样 那么这个演讲的这个 我可以 这个用他 最后在演讲结尾的时候的那个 来说 就是说 他 向北京伸出了手 就是我们标题上说的 指望北京来回应和 和这个response 对啊 然后希望北京呢 以行动 而不是以口头的方式来回应 那么 什么叫行动呢 那你先给我把和尔和协议签了 这是最关键的行动 我也讲过这个 美国川普对 这个自立峰会 签不签协也没谱 那么彭斯等于 给这个事情做了一把 这是这个 行动 但是呢 这个这个演讲里头呢 对北京也进行了很多批评 他同样用他的话说 彭斯对北京这些批评全部都是口头的 没有伴随任何具体的行动 他就是选择战役的一种道义制高点 实际上幕后啊 他 看的都是赤裸裸的现 那个现金交易 基本是这样 因为 你超越不了这个哈德逊 哈德逊演讲是 他的一个起点嘛 那么你要 在那个道义高地上你让他去超越它是很难的 那加上现在美国 这个政治家们面临的当下这个这样一个现实 所以说 这个彭斯的这个东西与其是在批评 北京 布隆是在北京 示好 是感染资 告诉北京你放心 我们给你吃定型丸 你给我签协议 然后呢我们把总统选举 熬过去 我们看看这个我这里读一下他的这个原话 他最后一段话 刚才说那个最后一段话 他说呢总统已经明确表示美国不寻求和中国对抗 我们寻求的是公平竞争的环境开放的市场 公平的贸易以及中国尊重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发展 我们希望和中国的领导人有建设性的关系 就像我们和中国的人民在几代人的时间 所享有的关系一样 如果中国迈不向前抓住这个独特的历史机遇重新开始 停止那些占了美国人太久便宜的贸易行为 我知道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呢 已经准备好并且是愿意开启那种新的未来 这是他的 演讲的最后一段话 对啊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彭斯的演讲 那就是美国鹰派的新绥靖主义宣言 我觉得您这个说法还是比较贴切的 就是他这个在这个现实面前的应该说要对这种现实的考量呢 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 但是我们就觉得很奇怪的是 实际上中共的这个领导人的日子也不好过 那么为什么就是说现在这个美国方面 却首先 伸出了橄榄枝或者伸出了手 或者说呢 表明了一种和解的和缓的 这样的意象呢 表明你分析一下 中共也在 是谁要问我吗 老吴 我请您先分析啊 您是这个 先发言啊 说实在话呢 这个中共确确是用你说的话 我们以后也要谈到这个话题 就是说他也有难处 是啊 对啊 那个他有难处 但是呢这个美国这边呢也有难处 彼此都有难处 而且美国的这个难处 似乎这个 就在眼前 因为他还加上一个这个总统大选这个事情是2020年11月份 可是当下这个这个弹劾案件在这儿 顶着呢 对不对 是啊 这个弹劾案的很多人一开始认为是这个瞎胡闹啊 或者说是不足挂齿 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伤害力还是很大的 在某个意义上就是说 这个 这个 刘鹤也在呼应这个美国这一边啊 希望就是说他达成了这个第一阶段的这个协议 能够得到能够能够有这个 有所推进啊我看最新的 彭博的报道啊中国现在购买这个 美国的这个农产品啊 在明年就要达到 贸易战 之前的水平 啊第1年达到200亿 那么第2年呢 争取到300 400亿 所以说在某个意义上北京可望也得到这个协议 那么川普当局呢也希望得到这个协议 彼此啊 都争取这个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协议 就是说呢最主要的仅仅是要求北京尊重美国的价值观 那么这个我觉得就说的很很勉强或者说 这种和去年的这种调子相比啊去年几乎是一篇 这个铁木拉下或者竹木拉下的这样一篇这个 演讲啊 那么就像您刚才一开始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失望这个游戏规则就是这样 因为 美国这个对外政策的基点是 美国优先就是川普的这个对外政策基点是美国优先 那么美国优先的前提是川普优先 这个川普优先呢那么就要保证川普度过当下的危机 那么当下两个危机呢一个是这个 弹劾 一个是这个 中美贸易协议要今天尽快的达成协议 因为你谈了这么多嘛你需要有一份成绩单了 这个如果你把这个拿下来之后在某个意义上能够保证川普优先 川普优先才能落实美国优先这是有观念性的 这个这个对权力的这种 保有保有啊和习近平的这个 对权力的这种 保有心情是一样的 是很相似啊 习近平要拼命的要保住这个权力那四中全会他也会面临保权力的问题 川普实在现在也面临着保护权力的问题 然后这些能够保护权力的事情对他来说呢他都要去争取 所以我觉得 这是这个美国政治的这个周期的必然的一些都一些必然的规律和川普 这个在这个政治的这个现实之下做的必然选择 所以没什么失望的 这个干脆不是说了吗拿这个哈德逊研究讲也那个研究所的那个演讲来比吗说他是2.0版的 实际上期待他是2.0版实际上不是嘛 最多算 0.5版啊 不比那个 他不如那个 那么因为现在这个美国 当下这个他高调不起来 在某个意义上这个 嗯 他们拿中国没办法 可以这么说 因为这个 他这个里头一个不断的去批评前任政府对北京的滥用什么什么进行这个绥靖妥协 是不是啊 那不就是 原来的政府不也就是基于眼前利益啊 国际的啊 国内的 对啊 对啊你现在有什么区别啊 那么你也是基于这个眼前的利益啊 你 也在妥协 谁说你批评的那个对象是就是你今天扮演这个角色 Exactly 是这个在这个意义上的就是说真的他无法高调他高调 高调了不起来 那么这个游戏呢这个游戏 玩的玩到现在啊我们这个很多人对这个美国跟中国的游戏中的美国扮演多大的作用 有一种期望这是很多人失望的一个原因实际上 这个 还是应该按照川普的思路就是他的美国优先的这个方式来理解 在很大的一个意义上这次 演讲啊他是在一个 内部 和内外 两大妥协的基础上完成的 因为他内部妥协就是这个 三次压力嘛 那他不断的推迟这个演讲嘛 他不断的要修改这个演讲稿的内容 因为背景变了嘛 原来是六四演讲他要谈六四嘛 对不对呀 那么后来现在 G20以后 再加上这个 那次6月24号那次 三次推奖推迟他都要改修 某人要修改这些内容 那么这一次你看看他又把这个 第一阶段的这个协议的内容加进去了 还有一个你看他这里头对 川普拍的 拍那个川核心的拍的那都是有些肉麻呀对不对 很显然就是说他是一个 对川普的 这个政治支持的一个 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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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以这么说 是是是 而且这个中国的那第一阶段那个协议对 支持川普有相关性 而且有密切的相关性 所以这东西都板定起来 这个 这是一个经久的话题 因为 你刚才也说了这个中共连个接班人顺序都没有 是吧 对呀 对呀 他这个交接班制度呢 他 不确定不安全 不透明 所以说他在黑箱之中 所以说 这符合规律 就是中共这个接班体制 他永远无法解决这个接班人问题 然后 所谓中共的进步呢 在某个意义上就是他的所谓的弹性 和他的指定接班人制度 但这个制度呢到习近平这个时候呢 画上了句号 所以说 在某个意义上谁是习近平的接班人啊 这个东西啊 你习近平画句号 但是这个舆论没有画句号啊 对不对啊 那么舆论 画没有画句号呢 那舆论也在看时间啊 朝起朝落啊 对不对啊 朝起朝落 朝起朝落 他什么时候 这个潮流来了 那么关于这个接班人的这个谣言 或者是公共舆论就来了 你提到是元老的问题 那这东西 不是仅仅是元老的问题 当然让习近平啊 下台 那是 胆心 军心 民心啊 很多人的心 因为这不是一次两次了 上次习近平这个在什么地方听门被人喊万岁 马上就引起了舆论的这个 这个高度关注对不对 在甘肃嘉与关 嘉与关成楼 后来那一次 后来那一次呢是9月 多少号啊 9月15号 发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 是重申 习近平在某位意义上 恪守这个废除党的领导职务的终身制 把这个邓小平 废除党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这样一种 安排作为一种政治成果 而且要继续捍卫的 这是一次重要的信息啊 那就是说 但是我想插一句啊 你说你说 后来我做了一个分析我觉得就是党内可能有一个帮规 就是说他没有 就习近平在修宪的时候当然是很大的一个动作 党内肯定有些人不让他修 说你违背戴小平的政治意愿对不对啊 但习近平说 我这个 任期时间太短我无法完成我的伟大使命啊他有百年大计吧 习近平有个两个百年计划了 那么我需要更多的时间 也许在这种妥协的情形下党内同意他修宪 但是呢只多干一届或者两届没有答应你干终身制 那么这种没有干终身制的这种信息呢我在节目有谈过 习近平也通过各种信息 他自己讲过 他说我不干终身制 对不对啊 所以说实际上习近平终身制的问题呢 实际上是有答案了 您认为有答案 我认为有答案了 但我觉得现在就是说 我的感觉 他这个 如果说想有答案 他可以明确说 主席国家主席任期 本身你党的总书记也没有什么任期限制 党上总书记也不对 对对对对 军委主席没有这个限制 军委主席没有限制 党的主席和国家全部都限制 是有的 对有限制 但是说他的这个限制他完全可以把这个明确列出来 从两届可以延长到四届 比如说 而且我现在刚才我想插那句就是说 现在中共的所谓这个领导干部终身制和这个实际上并没有被打破 除了习近平以外其他人还得到站下车呀 但只是他和这个所谓的国家副主席 他们两个人 这两个人就任期被打破了 没有限制了 那么他把这个 他通过 他通过一个透明的 这个两届任期的这个修改 把这个透明政策倒退回了这个黑箱政治 然后我认为是党内 我认为是党内有一个邦规 就像当年这个党内有邦规 确认了邓小平在党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样 最后这个东西他还不愿意万万宣扬 最后被这个赵紫阳告诉了巴尔格尔巴乔夫 然后呢 导致邓家和邓小平一些这个有负责 对赵紫阳咬牙切齿 包括李鹏 李鹏说这个 说赵紫阳出卖了邓小平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说他是邦规他不是 透明的规则 在某个意义上啊习近平的这个接班人和习近平能干多久的问题 在某个意义上服从邦规和这个不透明规则的制约 我的感觉对 但是呢我就感觉了 但是现在这个形势呢也是像川普一样川普面临这个大选和弹劾这样一种压力 习近平也面临着香港问题和中美贸易谈判这种压力 党内对他压力很大的 非常的大 应该说在某个意义上 他希望刘鹤能跟美国大选协议减少他部分的压力 这个他跟川普在某个上 有某种默契 是不是啊 另外 另外就是党内实际上一部分对习近平这个不满的人嘛 一部分明星嘛 对不对啊 那有人去在外头去传谣 有些人对外去相信这些传谣 那么形成一共合力 最后导致这个 信息通过明报的方式 往外传出来 我看了明报的报道原文 他也就是说是传说嘛 对不对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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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